剛剛提到的是錄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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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要從開發人員裡面找到錄製錄製 把剛好的動作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其實錄製裡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最後今天的練習基本上 我是希望說可以增加兩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自動幫我把剛剛的結果產生 按下這個按鈕自動幫我把裡面的內容給清掉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部分最後再加速解 速解把它加一下 這個就今天的範圍 大概就這樣 其實我本來想說還要講底下的VBA 不過我看時間應該不太夠 所以我們就講了 這下禮拜再來講 應該下下禮拜再來講VBA部分 接下來的話我怎麼樣 把剛剛的動作 如果我要讓它再做一遍的話 很簡單 你就找到 錄製聚集的左邊這邊 就有個叫做聚集的一個清單 有沒有找清單 然後 你剛剛錄製的內容 就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那你只要按下執行 它就會幫你把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所以以後呢 只要你在Excel裡面做過的任何動作 它都會幫你把它記錄下來 變成 對應的程式 那你只需要執行它就可以了 所以按下執行 它會幫你把它 這個本來沒有執行 就自動出現了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呢 就按下清除 它又不見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你會發現 其實在這邊執行也不會太麻煩 可是其實就是有一點點不方便 為什麼 因為你還需要點聚集 可能你也許 你還知道 知道說你的聚集是在開發人員裡面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開發人員的話 那可能還找不到聚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怎麼樣 就是你直接在這個旁邊的地方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做 刮鬍 自串聚集 一個叫清除聚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想要增加按鈕 最好是按下去 自動可以 讓他事情做完 那更好 所以以後 你的工作是不是就是把按鈕做出來 按一下 按一下 事情就全部完成 那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況 可是要怎麼樣把那個按鈕給做出來 接下來的話 請你找到 一樣在開發人員 這邊有個插入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表單控制項 這個東西就是按鈕 OK 找到他之後 在這個地方 做按鈕 按鈕的方式有點像那個小畫家裡面的矩形 所以你就點他一下 然後 按住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 像 右下角拖拉 他就會產生一個按鈕的大小 那多大多小你自己決定 這麼大好了 OK放開 接下來的話他會彈出來 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按鈕要 按一下 然後把它delete掉 把它換成你要的那個名稱 那因為我的這個聚齊的名稱 叫做刮鬍自串聚齊 所以我乾脆 把剛剛的名稱 負字貼過來比較快 OK 那按一下他 就walk了 有沒有 那另外清除的話 再插入一個 所以一樣 按下按鈕 表單控制按鈕 然後在底下 按住不要放 拖拉 大概這麼大 OK 最好是一樣大 OK放開 然後呢 點擊 你要執行的聚齊 並且把上面的名稱 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 裡面的名稱改成你要的名稱 叫清除聚齊好了 那一樣 你點旁邊 因為現在是編輯模式 所以你點旁邊之後 再去點清除 他就可以walk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 這個效果 給做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 還蠻方便的 以後的話 你想要做的工作 直接按下他 自動就可以做完 那如果他清除資料 就把他按下去 資料就清掉了 真的還蠻方便 而且你其實說這個 你完全沒有寫到任何程式 有沒有 那程式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透過錄製的 OK 所以 最後的話 假如我希望可以 增加按鈕的話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就是直接在開發人員這邊 記得在表單控制按鈕 點他一下 有沒有 然後 再拖拉 大小你自己決定 放開的時候他會問你說你要執行哪個聚齊 那我是建議你這邊名稱可以複製 複製完之後按確定 把那個名稱再貼到這個上面 這樣就又一個 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多一個怎麼辦 如果你要清掉的話 記得喔 你如果按左鍵是執行 那如果你要編輯按右鍵 按右鍵是編輯 如果你要刪掉他的話 你可以用剪下也可以 他就不見了 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quality 你不給我 你不夠 聞謝謝你 然後 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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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夠